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ROAD。NBA四大分位,都是天赋异病,他们都成为了历史级别的巨星。不过很多人认为,这里面天赋最强,就是麦迪,他的天赋,在外线球员里,真的是最强存在。科比手掌小了,艾弗森矮了,卡特球感差了点,唯独麦迪,真的没缺点。也许你觉得,我这样说不够客观,但是,看完这四张照片,你也许就会认为同的观点。 四大分位,各个都能跳,但是最能跳,真的是麦迪。麦迪高中时期,就能超矿分座扣篮,他的极限弹跳,在1米1以上。进入NBA后,弹跳,更是有了明显提高,因此,这才出现,两个起扣2米29布拉德利的名场面。B站太重要了,B站越出色,攻防两端,更具统治力。麦迪身高2米03B站,达到了2米2,这是私人里,B站比例,最出色一位。 就是有了这双长臂,麦迪的干拔,才能忽视防守,防守端盖帽能力,才那么强,早期的麦迪,也是攻防一体。麦迪的手掌是真大,他可是能在实战里,轻松单手抓球。 单手抓球,对于NBA球星,根本不是难事,但是实战里,随心所欲单手抓球,真的需要超强自信心。 麦迪的单手抓球经常看见,这就是手大的优势,他的手掌大小,跟罗纳德有一拼。 跟剑越长,你的爆发力和速度就越出色,当年麦迪的第一步,那是出了名的快。 麦迪跟剑长道。